有必要道歉吗 洞房花竹叶 少奶奶没有落红 不是婚前失真又是什么 云棠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昨天晚上没同房 妈 你不会以为我 昨天晚上睡的奶庄床 我都不知道吧 昨天晚上呢 我是睡在新房里 她呢 我真不知道 而且她有没有失真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她婚前的确是跟别的男人私奔 不是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那你敢说 我刚刚哪句话是说谎了吗 你 杜云涛 你玩文字游戏似是而非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玉婉是被冤枉的 我大房的儿媳妇 她的清白我最清楚 说 让你兵人 她的性格 你干什么 那我现在都没有冤枉我 你怎么冤枉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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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算计 久了 久了 老爷 大姐 我先回房了 多谢母亲信任我 你今天丢尽了我大房的脸 我不是为了救你 我是在救我大房的脸面 我真不明白 你阿玛和额娘 是怎么教养你的 来 起来 父亲 玉婉 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 在法庭上辩论的时候 你落落大方 说该说的话 讲该讲的事 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所以现在我想 听一下 你对这个家 有什么看法 父亲 我能说实话吗 当然了 根本不像一个家 而像一个 而与我诈的宫廷 虽然外表新式作派 可那里却封剑腐朽 我就欣赏你这个性格 从不讲假话 这是事实 刚才我一直不讲话 我是故意的 这个陈旧腐朽的事啊 我已经领教了很多年了 我一直想改好它 可是我有心无力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帮我改好这个家 我 父亲 谢谢您的信任 谢谢您的信任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的意思是说 你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善良 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宽容 父亲 您真的信任我有这个能力吗 信任 不是人家给你的 而是你用自己的行动 来赢得人家的信任 不过我对你是有信心的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会赢得我对你的信任 甚至是杜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的信任 是吧 大姐 你今天打牌怎么有点心不在焉的呀 是不是这儿媳妇门地太高 故意放牌呀 恐怕二少奶奶是惦记着 回屋画画呢吧 多嘴多舌的东西 哪轮到你说话的份啊 上家法 是 大太太 大太 冤枉啊 大太太 我 你起来吧 大太太冤枉啊 冤枉 真的冤枉吗 我安排你到二少奶奶房间 去伺候这儿 她房里的白卷 怎么跑到别人手上了 你说 谁让你做的 谁让你做的 大姐 我没有啊 没有 我 我 没事 我 我 就 我 你 你 我 有 有 我 你 我 我 今天就饶了你们 给我滚了 是 带下去 是 母亲 原来您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什么都知道了 这就是豪门望族 女人之间的争斗 就像着打麻将 你要错打了一张牌 就会成全别人 你自己呢 就将一败涂地 我明白了 还请母亲为我喜冤呢 我怎么为你喜冤啊 你什么时候跟允堂园房了 让允堂证明你的清白 他才能为你喜冤 明白吗 小姐 姑爷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他简直就不是人 真不想饶了他 你说太太让你们园房 这 这姑爷不回家 那我们怎么办呀 苏西 你先回去吧 嗯 儿子 senses